大了吧 后期 前期 我知道了 如何用鳄鱼将敌方 压到喘不过气 看一下 被动 就是咱们俗称的怒气 其实说白了 怒气 玩的好不好呢 就看你的怒气 懂得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怒气的规则 感谢丰兄的钥匙666 谢谢 5点怒气 满怒气是100 整够50以上的怒气呢 则会提升他技能的效果 好 释放一个技能就会消耗50点怒气 咱们可以这样理解 鳄鱼有三种状态 怒气值在50下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 你是一个呆萌的小鳄鱼 毫无威慑力 明白 第二种呢 怒气值在50以上 好 那么你就变成了羊子鳄 异常的凶异 第三种呢 就是100点满怒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你是死前巨鳄 你就是八把 具体的一些怒气的使用呢 我们了解完技能之后呢 再讲 好 那么第一个 死前巨鳄 搞清楚鳄鱼在有怒 和没怒 还有满怒的三种状态 这一点呢 比较重要 后面再给大家展示 好咱们再看Q技能 鳄鱼挥动他的武器 对附近的敌人造成伤害 这个范围值不大 咱们拿落手的Q 来和他对比 落手同样也是这一圈的范围伤害 但是鳄鱼的Q呢 要比落手小很多 这一点呢 比较重要 因为鳄鱼用Q 在攻击敌人的时候呢 几乎是处于竞争的攻击状态 当你的Q 可以打到敌方的时候呢 敌方的技能 一般也可以打到你 比如说刀位 他可以用E来打你 狗头 他Q可以还手 而落手呢 就可以保持一定距离 不准的去消耗那些技能比他短的英雄 所以呢 鳄鱼靠 单靠这个Q技能来打消耗的时候呢 是比较弱的 他得组合他的技能来打消耗 那当你的E技能在CD的时候呢 尽量的离敌方远一点 知识点2 大家记一下 鳄鱼在没有E技能的时候呢 不要换血 特别是在段位上了黄金以上的玩家呢 更要记住这一点 你记住了这一点 那刚玩鳄鱼的玩家 在对线期的时候呢 基本上可以保证一点 就算你不会崩 这个技能呢 可以在移动中释放 英雄联工当中 可以移动并释放的技能 都得给他加分 另外呢 鳄鱼的Q在制造伤害的同时 还能治疗自己 不管是对小兵 还是对敌方英雄 都可以获得治疗 有50点怒气的情况下 释放Q 那造成的伤害值和治疗效果呢 都会得到大量的增加 就好像是伤害和治疗可以暴击一样 所以有50以上怒气的时候呢 就把自己当成杨子恶 Q呢也可以回复怒气 不单普攻回怒 Q也可以 在命中小兵 就会产生2.5的怒气回复 命中英雄呢 可以产生10点的怒气回复 最多可以获得30点的怒气回复 但是鳄鱼在喉怒释放Q的时候 是不回复怒气的 因为此时你放Q是得消耗怒气的 好再加上W冷酷捕猎 开启W之后下一次浮功 会造成0.75秒的悬晕 并且附加浮功特效 比如王者板甲 红buff都可以附加在这个W上 50点怒气释放W的时候呢 那悬晕时间呢就会翻倍 变成1.5秒 并且造成更高的伤害值 但是红怒放W的时候 鳄鱼会连续挥舞手中的武器三次 这一点很浪费输出时间 鳄鱼的老手应该有所感受 这点呢很不爽 但是提亚马特可以在鳄鱼挥舞武器的时候呢 释放这一点呢就不错 这个咱们到后面再讲 哦 鳄鱼 E技能横冲直撞 鳄鱼向前方突进 若命中小兵英雄或者野怪呢 都可以在4秒内再放一次突进 这个技能呢有个特点比较讲究 在红怒气的情况下 释放第一段E是不会消耗怒气的 第二段E则会用掉50点怒气 鳄鱼的红怒用在二段E上呢是巨亏的 所以知识点3再来记一下 不得已的情况下 红怒绝不要用在二段E上 另外呢我们在释放E的时候 要学会无缝联翼 两段E之间呢是没有间隔的 无损消耗和防干渴都得用到它 这个呢咱们后面再讲 好 再看法机 最后两分钟啊 进行保障 持续15秒 获得额外生命值和20点怒气 以及每秒对周围的敌人造成魔法伤害 并且每秒加5点怒气 具体用法呢后面再讲 这个技能有几个注意事项 R开启之后不是立刻回血的 所以呢不要做极限的勾引 我才开始玩鳄鱼的时候呢 喜欢做一些极限的血量去勾引敌人 结果被秒杀 这一点要注意 第二点呢 E技能可以取消R的后摇 我们后面的连招环节呢会讲到 好 技能介绍呢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讲一下鳄鱼的四个小技巧 无缝联翼 无损消耗 RE取消后摇 以及隐藏平A 这四个技巧呢 是玩好鳄鱼要熟练掌握的 哇 这么强吗 无缝联翼以及无损消耗 还有RE取消后摇呢 老鳄鱼玩家应该比较清楚了啊 那隐藏平A可能大伙有点纳闷 不知道是什么 咱们呢一个一个讲 先说第一个无缝联翼 无缝联翼是鳄鱼入门级的技巧 它能让连招更加的干净利拢 也可以短时间内打出更高的伤害 以及防干克效果呢都很好 咱们在放E的时候呢 像这样有节奏的按下两次E即可 让这个E呢看上去两段是比较连贯的 像这样这个节奏呢很好找 放两次就会了 但是呢不要像这样连续的按 虽然这个呢看上去也是比较连贯的 但是呢会影响你在这期间 而且牡丹江的飞机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无缝联翼在实战当中的哪些地方 可以用得到 好 看一下 这一波我们把艾克呢压在塔下 作为鳄鱼 即使敌方已经在塔下抗压了 我们依然可以强势消耗 W 晕住接Q 再接无缝联翼 就可以瞬间撤出塔外 这一波呢我们是在塔内深处起手的 所以呢被防御塔给砸了一下 一般我们是在塔外这一块区域消耗的 那防御塔呢是一下都A不到鳄鱼的 但是你要记住啊 要等这个塔刚A小兵的时候去起手打英雄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无缝联翼的塔下消耗 再讲第二个用途爆发连招 这波呢 燃枪是满血 想杀咱们 咱们开大闪现 W 晕住 点燃 接Q和无缝联翼 哇 厉害啊 可以出手之前呢 将它杀掉 哦 旋转 再看第三个用途 防干客 这波呢 狮子狗热后抓者们 闪现W 晕住 接无缝联翼 跑得非常快 以上呢 是无缝联翼在实战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三个地方 大家呢可以记一下 用联翼来逃跑的时候呢 还有个技巧 当你的身后没有单位 让你触发二段一的时候怎么办 比如说这个画面 咱们将刀背晕住 接Q 鼠标呢 往前点一步 然后往回拉两步 这样的话呢 刀背追不到你 咱们慢动作再看一遍啊 将刀背晕住 这个时候呢 鼠标在这里点了一下 两下 那鱷鱼这个时候是会往前移动的 Q技能呢 是可以在移动中释放的 所以我们同时按下了Q技能 在鱷鱷鱷上前走路 一小步的时候呢 马上我们鼠标就移回来 这个时候你往回拉近呢 这个E就已经可以蹭到刀妹了 用鱷鱷的尾巴 或者说屁股部分呢 蹭到刀妹 等一下我们先把这看了 等一下 才开始玩鱷鱼的时候呢 这个上前回拉E呢 会出现拉的比较过 那转的血呢 就会被打回去 或者说没拉到 那就不能触发二段E 多练几次就可以了 这招呢要学会的 很多时候鱷鱼是正面消耗敌人 然后跑路的 包括打野正面来抓你的时候呢 这招也可以用得到 哦 你啊 嗯 连翼讲完了 接下来讲一下无损消耗 这招呢 咱们E过去 晕住刀妹 接Q再E回来 来 刀妹呢 刚想出手 被咱们晕住打一套 然后跑了 咱们没有任何损失 感谢法国的大火箭 这个是运动门级的无损消耗链刀 对线经常会用这一招去换血 但是呢 有些情况咱们是不能用这一招了 咱们到后面的对线环节再讲 好再讲第三个技巧 R1取消后摇 鱷鱼开大的时候呢 有一个变大的动作 等于是给敌方亮起了进攻信号 经常会吓退敌人 但是开R的同时呢 立马按下E技能就可以取消这个动作 包括闪线也可以取消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打对方一个措手过击 一般在对线的时候 突然一个R1或者R3发起进攻 敌方都来不及做出应对 好 接下来讲鱷鱼的最后一个技巧 隐藏平A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连招的期间添加了平A 但这次平A呢 是看不出来的 完全隐藏起来 但是呢 多一次平A的伤害 这个东西啊 咱们看三个片段 每个片段的连招里面呢 都添加了平A 你会发现呢 很难看出有平A的举动 但是平A的伤害呢 就已经打出来了 这波打男枪 包括这波呢 打这个艾克 咱们慢动作再看一遍啊 E过去 晕住敌方 接Q 然后再接平A 往下拉E 哎 是不是发现还是很难看出来啊 咱们呢 再多放慢几倍看一下 好 咱们把这个播放速度呢 放慢8倍啊 打了吗 我也不知道是几倍 反正是最慢了 大家注意看 这个时候我的Q呢 是完全打完了 鼠标呢 正在往艾克身上移 下达平A指令 大家注意看 我的战争热忱和艾克的血量 会连续掉两次啊 大家注意看 来Q完了 这个时候呢 下达平A指令 这边血量 大家注意看 来一下 两下 咱们看这个镜头啊 比较容易分辨的出来 晕住男枪接Q 这个时候呢 接了A和E 男枪呢 不是死在咱们这个E技能之下 而是平A之下 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E 没有办法触发二段 在A出来的瞬间呢 立马放E取消A的所有后摇 不能太快 太快的话呢 就会A不出来 太慢的话呢 就能看得出来 厉害 包括这一波无损消耗链招 添加的九头蛇和平A 这个技巧的实用性呢 比较高 包括这波才三级 而且状态这么健康的艾克 在塔前居然被斩秒了 多亏了隐藏平A 非常实用的技巧 好 鳄鱼的技巧和链招呢 差不多了 咱们再讲一个鳄鱼短时间内 最大爆发的链招 比如这个画面 咱们现在怒气是87 有双招 敌方的血量呢 咱们可以斩杀 这种情况咱们怎么杀 大家先看啊 咱们A小兵 他强捕刀 闪现 晕住 点燃 E接Q 带E回来 再比如这波 520血量的诺手 闪现 晕住 点燃 无缝连翼 GQ 接平A 这套练招呢 就是在红怒的情况下 闪现W7手 它的好处呢 是什么 第一 爆发高 带红怒的W 有2.25的AD加成 第二 悬晕时间呢 变成了1.5秒 让我们的所有爆发 打完之后呢 大同志有闪现 它也是交不出来的 第三 敌方是被你晕住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E技能就变成了B重 鳄鱼的E在释放的时候呢 它是有个过程的 你像这种血量啊 在这个地方 但凡是上了黄金 或者白金的玩家 这种血量的情况下 你用E 直接想E过去晕住它 基本上是碰不到它 它会用闪现去躲掉 那你就不会触发第二段E 而且呢 你的第一段E还是没有伤害的 第四点呢 闪现它是瞬间的 不存在有任何变数 那就比如说这里 敌方很狡猾 它的打野呢在附近 它就这么点选 它在勾引你 如果你用E技能起手 那么它马上闪现 躲回去 那你就死了 打野出来你就再见 这种情况呢 我们后面有很多的实战 再给大家讲 这里呢就不多说了 当我们用完之后呢 再用E技能打一波伤害 而第一段E呢 是不会消耗你的红怒的 然后再接Q 这个Q呢 也是附带红怒的 将两次红怒用在了W和Q上 再用二段E撤回塔外 这波呢即使再给敌方 多100血量呢 咱们也没有任何变数的情况下 就可以将它击杀 所以咱们在遇到那种 看上去差不多可以秒杀的情况 或者你觉得这波战斗 不可以拖 要速战速决 或者敌方呢用虚血 来勾引你 等等的类似情况 果断的闪现W7手 让他知道雷克顿的威力 强啊 福恩天赋和更多的技巧攻略 已经发送到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了 大家记得关注查看 并且转发本期分为两个点燃加闪现 分为两大类 一个打长手 一个打短手 先讲打短手的 我们拿三个不同类型的英雄来举例 第一个呢是弱手 他是属于战装输出非常厉害的 咱们打诺手呢 出门装短剑加三平药 双招推荐是点燃加闪现 现在的TP呢不好用 不如他点燃 让鳄鱼这种前期硬霸的英雄呢 更具威慑力打崩对手取得胜利 但是呢 如果要是被抓了或者失误了 那就会比较惨 前段时间出了一期诺手的视频 诺手对线呢 强就强在他的流血以及血怒 而鳄鱼呢 就强在他三级之后的组合连招 所以三级之前呢 基本就是一个字 怂 我们在一级的时候 为了补刀可以被诺手的Q打中 甚至外拳Q都可以接受 但绝对不会被他A超过两架 所以大家注意看 我们在上来Q完诺手之后呢 鼠标所点的位置 一直呢 就是故意的和敌方处于对角线的站位 刻意的去避让他 如果他很过分的上来去压你 那你也必须得让的 即使你有点燃 也没有办法和攻速0.75以上的诺手去对纲的 这一波呢 咱们继续躲在远处 他上前 咱们就后撤 然后发现有小兵可以补 这时候呢 硬顶着他的伤害上去Q一下 Q完之后马上撤 我们在前面 要瓶还是比较健康的 比较多的时候 因为诺手的外圈Q根本不需鳄鱼的红怒Q 刚才我们只想Q一个钱而已 但是因为诺手的卡位还没Q到 即便是怂成这样 我们也要忍着 慢慢的呢 这个兵线就会压过来 那二级之后还是一个字怂 我们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用Q来偷刀E来跑路 这一波咱们把控好距离 Q到马上用E跑路 尽量呢不要被他消耗到 等到三级之后才有资本和诺手去过招 那三级之前想都不要想 这波呢我们由于距离 没把控好失误了 被对方给打了一套有点痛 在过渡到三级之前 用掉一瓶药或者两瓶药呢 咱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大家注意看啊 这波咱们经验条马上升三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E过去Q 升三级加解AJW再E回来 鳄鱼三级之后 三个技能组合起来 就会变得非常的厉害 三级之后大家记住了 很少有英雄能够钢得过鳄鱼 当然有例外啊 比如说潘森 我们后面打潘森呢 三级猫猫 俗话说一级船长二级性 三级鳄鱼要拟命 那这波呢直接点燃 W凝柱接E秒掉 动手之前两个条件 第一快购50红怒 第二个呢就是技能CT快好了 那这波呢咱们在上之前是38怒气 然后呢技能CT快好 我们偷偷的跑到旁边A下小兵 43怒气 这时候呢就可以等E快好的时候 直接引上去 A接W跟点燃 即使再多给他100D选 他也打不过咱们了 把弱手记住一个思路 成功的稳到三级 保持的武器品呢是超过对手的 那你的优势呢就慢慢的体现出来了 在快有猴怒气的情况下呢 就可以主动挑衅对手了 你可以用各种方式起手打他 E钻他的内环 Q起手 W起手都可以 在技能与技能的之间添加平A就好 结合我们前面所讲的 另外一条对线弱手的准则 记住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绝对不要在没有怒气的情况下 E技能起手 否则的话后果很难看 6级之后的弱手爆发呢就更上一层 而我们鳄鱼要打的是迂回 而不是硬钢 但是呢不要E技能起手 你可以用各种走位靠近落手 或者等他拉你 那么W晕完之后呢 马上Q完 两段无缝连翼逃跑 那换血呢就能赚 6级之后只要赚了一波 那么落手呢就打不过你了 记住我们前面和大家讲的 当你觉得不稳妥的时候呢 可以考虑闪现起手 那么你的二段E追击能力 和补充的伤害 都要比你留着闪现追人要好得多 如果你的血量占的优势想秒杀他 别忘记了我们片头和大家讲的 R1技巧和R闪技巧来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好接下来咱们讲对着那些比较灵活的英雄 比如瑞文武器刀妹剑击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 咱们就挑选刀妹来举例 刀妹呢他比较灵活爆发呢也很高 越往后拖他越强过于鳄鱼 打这类英雄呢咱们上来就A兵 其实打大多数进战我们都是上来去A兵斩怒气的 打落手和攀升例外 A兵的期间有意无意的去靠近敌方 或者呢卡在敌方想要补刀的那个兵附近就等他上前 上前呢咱们就去Q他 Q完之后如果你的位置是处于比较靠前的 那就不要去A敌人直接往后拉 小兵打你呢你会吃不消的 我们以这种方式呢 抽奖抽奖 基本上不可能亏 这个5000元现金红包赶快再来一个 而且呢还可以回血 你们准备好了 5000元现金红包 鳄鱼稍微占一些优势 然后呢兵线会往前压 有红路的鳄鱼敌方都不太敢靠近你 因为他肯定会亏 但是大家注意看啊 当两边小兵接触队里到现在呢 我们一次凭A都没有去A到妹 不管有没有机会能A到他 我们都不会去A的 这波呢我们可以抢二大家注意了啊 剩二级的时候呢都是鸟加E 然后呢能赚一点血是一点血啊 这波EA接E再接A闪界点燃接Q啊 收掉 一般在打刀妹呢或者大多数英雄的时候 在一级都会去选择让的鳄鱼啊 那一般线都会比你压的比较靠前 因为Q的AOE都会蹭到小兵 我们有机会的话呢 就趁其往前要补刀的时候 有E一小兵啊 然后呢Q他往回拉E 继续找机会卡在小兵的附近 用Q耗他 耗完之后呢就跑 反正呢就不要A他 敌方呢都会很难受 E好了再配合E 配合Q去消耗敌方 三分钟以后呢要小心打野来干坑 这个时间段呢一般打野都会打完BUFF 然后出现在上路 所以呢你得找机会把剑全部压进去 然后呢去做视野 三级之后呢我们要是有红怒气的情况下 那刀妹也是不敢靠近你的 但是呢我们不要主动E上去去晕刀妹 那他可以凭借着E反手去打你 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卡在小兵的附近 他也是完全不敢上前补刀的 无论他用哪种方式呢都会很灰 他也没办法起手来打你 就算他用E起手把你晕住了 那你就可以用E来追小兵啊 或者追他人打他把血量给打回来 而且呢会很赚 如果三级的鳄鱼没有红怒 那刀妹呢是不需鳄鱼的 所以我们就得偷斩怒气 在偷怒气的期间呢一定要认手 大家注意看他上前呢咱们晕完之后呢 Q完马上就跑 绝对不会去还手跟他去多A一下 咱们片头就跟他讲了 搞清楚鳄鱼的三种状态 没有怒气的鳄鱼呢就是一条呆萌的小鳄鱼 我们只需要偷偷的斩到五十怒气 变成杨子恶就可以用E上去嚣张的去打他 那么打完之后呢用Q马上回跑 留着W悬晕呢 防止他反手追你用的 六级以后的刀妹爆发呢也是比较高的 咱们呢就用Q和W来耗他 绝对不要和他打一波 要留着E技能就好 他要是很过分的追你呢 那开打用便宜来打伤害 好咱们再讲鳄鱼最怕的英雄潘森 这个英雄完全不讲道理 前期的无脑Q 就不说了啊 鳄鱼要是用常规的对线方法打潘森 那根本没法打 而且呢现在的潘森是可以抵挡鳄鱼 这种普攻类的悬晕 即使呢你有猴怒挥舞三次武器呢 依然完全格挡 也不要尝试用普攻先A掉他的格挡 然后呢再想用W来晕他 基本上很难实现 因为潘森呢他一直压着你打 都会自带一个格挡 所以呢当你A掉格挡 潘森呢再来W又会刷新格挡 当你把两个格挡全部A掉之后呢 基本上就已经挂了 所以我们打潘森的思路呢 是和打别的英雄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呢咱们打这个潘森的符文 要做一些微调 精华换成两个护甲 出门装置布甲加四红 这样的话呢咱们的防御就可以达到60以上 双招选择闪现加TP 非常稳的一种打法啊 上来呢先躲进草中不要出去 有刀可以补呢就出去Q一下 Q完之后就闪 他要是Q那就给他Q 你这种出双的话 潘森的无脑Q呢就没什么太大威胁 即使他怕所有药瓶吃完了 他的魔法值也不能把你Q到去去 这种猥琐补刀的打法呢到二级 一般花费一瓶药就差不多了 如果有红怒那就溢上去 连兵跟人一起Q 然后呢再溢回来 他要是打你呢随便他怎么打 无所谓啊吃药就行了保持好状态 两回合下来肯定是他的药瓶先耗完 那你就胜利了 真的要是出现什么意外啊 操作失误或者打野来干咯 那回家TP再来 等耗到三级的时候 保证咱们的状态呢健康的就可以 他要是先回家也行 咱们收完impo兵也回家补给 第一件装备选择先出日盐 反正呢就是往后拖 六级以后有了大招再去和他打 攀升六级以后呢 大招在对线期没有任何帮助 那就开始变弱了 越往后拖咱们的威力越大 无论是单挑还是团战 所以打攀升一句话概括 六级之前绝对不和攀升发生摩擦 除非呢以占有明显的优势 就像这样他已经被打到没篮 反正呢咱们先拖到六级再说 以后呢在同等装备血量的情况下 攀升都不是鳄鱼的对手 但是呢要记住你可以满血找满血的攀升打 但是不可以犯血找犯血的攀升打 因为攀升的E在生命值越低的时候呢 战斗力越强 他可以触发暴击了 咱们呢要找机会利用R1 瞬间对他发起突袭 在上的时候要注意 要么呢像这样趁他没有格挡的时候呢 R1过去 秒开W将他晕住 要么呢像这样R1过去先平A 把他的格挡给A了 然后再开W将他给晕住 但是呢不要出现我们开头和大家讲的 你A了他一个格挡 当你正准备晕他的时候呢 他却对你使用了W又刷进了格挡 连续挡你两次把你的W给挡了 怎样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 就是我们前面和他讲的 你满血再找他打 这样的话呢你有足够的血量和时间 确定他没有格挡的时候再开W去晕他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打近战 咱们差不多就讲到这里了 在实战当中呢大家可以 好欢迎大家来到一阵场 成啊 最后四分钟五千元现金红包 各位同学 感谢疯疯的钥匙 谢谢感谢攀升光摩 厉害啊 哎刚才那个幸运宝藏怎么说谁报的呀 我奖励六千九 嗯 又14号6点 超级宝藏 啊 还有最后三分钟五千元现金红包 准备好了没有 还要再看一把还要再看 行 那我们 哇这个作者视频好多啊 行 那我们随便再点一个看一下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这个 这个作者的视频好多啊 我偷学一下他的技术 我偷学一下他的技术 你是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大司马维达 带来的心理机器 今天是卡西奥佩亚蛇女 这个英雄的持续出出 非常 很少有很多呢 在后期可以撑得住蛇女的这个持续伤害 当然他也是操作难度最高的AP11 在当前版本蛇女的改动呢 比较大 咱们先了解一下蛇女的技能 蛇女的被动呢 是无法购买鞋子 任何鞋子呢都不能买 但是蛇女每升一级加4点移速 在18级的时候移速可以达到412 和大多数出了鞋的英雄移速呢是差不多的 这个被动在前期没什么用 中后期还可以 好处呢就是可以把买鞋的经济 投入到其他装备上 这样的话蛇女成型呢就比较快 明白 Q技能是蛇女追杀 以及风筝 还有消耗敌人的主要技能 这个技能的伤害范围值呢非常小 只有这么大 而且在释放的时候呢有一定的延迟 经常会打不中人 他的优点呢就是施法距离非常远 对线期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处在很远的地方消耗敌人 独中敌方英雄的时候 会增加支撑移动速度 这个提速效果呢也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呢还会让敌人中毒 配合天赋点的明火 持续伤害非常高 一旦敌方中毒 那蛇女再配合异技能的毒牙 几乎没有什么英雄可以站得住 可以这样说 Q中敌方英雄 那你就是一条眼镜蛇 Q不中那你就是一条水蛇 所以提高Q的命中非常重要 在对线期趁对方补刀就上去Q 不管中不中 只要看到我方小兵没血 对准英雄就出Q 要么他丢兵 要么被你Q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敌人离咱们比较近的时候 根据敌方的意图 来决定出Q的时机 当吸血鬼靠近咱们的时候呢 先观察他的举动 不要着急 当他放E的这一刻 咱们就可以出Q了 或者他在转身跑的时候呢 咱们也可以出Q 总而言之就是要知道敌方的意图 当敌人在跑的时候 我们出Q 鼠标释放的位置呢 稍微的放在敌方英雄身后一点点 因为我们要将这个Q的技能范围的三分之一呢 挂在敌方英雄身上 不要把鼠标中心点对准吸血鬼 因为Q释放它是有延迟的 也不要太过 太过的话 此刻吸血鬼停下来回头出招 这个Q是无法命中的 这个位置呢也是敌方在跑的时候 比较标准的一个出Q位置 所以为什么开头跟大家讲的 蛇女是操作难度最高的B之一 因为她太不稳定了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第一个片段呢 是Q外圈的出招时期 第二个片段讲的是Q内圈的出招时期 外圈出Q失误问题不大 因为打不中呢你可以退可以走 内圈一旦失误 对于蛇女来说呢是致命的打击 因为这个版本蛇女的W是无法对近身的目标使用的 W这个技能呢有最小施法距离 在这个小圈内是无法使用的 它只能在这个宽度释放 以前蛇女的W可以和Q交替释放 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防御近身敌人 这个版本蛇女呢就非常害怕敌人 MRP00 比如说当前画面 咱们利用大招接Q 毒牙将这个卡尔玛杀掉 狮子狗近身 那现在呢就是被人宰割 我们的W无法对狮子狗使用 E的毒牙对于没有中毒的单位呢 几乎没有什么伤害 第二个QCD再丢失 那即使给你六神装的这个蛇女 你也打不过一个残血吊尸的狮子狗 这个是W最大的一个缺陷 它的优点呢第一 它的距离是超远的 而且是顺发的 不像Q Q技能它有延迟 比如说咱们出了兵杖 在当前画面 我们走过来杀这个李青 如果直接出Q 那首先距离是肯定不够的 第二就算你的距离够了 因为延迟效果呢 李青就会走出你的这个施法范围 所以我们先放W 将它缓速 再通过毒牙 这个兵杖的减速和Q的减速 将它追尺 再比如当前画面 现在的情况呢 比较危急 我们要杀女警 如果直接出Q的话 女警一旦走位躲掉 那咱们就会被杀 但是W呢它是顺发的 敌方是没有办法走位的 第一时间就可以配合毒牙 打出伤害 当敌人处在咱们W和Q 都可以命中的范围内的时候呢 最好还是W起手 以防敌人近身 你还有Q 留着Q呢可以打后手 面对刺客的时候呢 更要这样做 W配合兵杖的团战效果呢 就更为恶心了 混战的时候丢一个W 敌方呢就得全体转移战场 否则呢没法打 蛇女可以不出帽子 可以没有中压 兵杖呢必须出 而且站在蛇女W的毒液上呢 是无法使用任何位移技能的 包括闪现 大家注意看 敌人头上的这个标志呢 就是此刻它无法位移 这个技能在对阵吸血鬼的时候呢 有个BUC 咱们到后面再给大家讲 好咱们再说 75秒呢就可以释放 但是敌方在没有中毒的情况下呢 这个毒牙的伤害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一技能呢有两个用途 第一是用来打输出 敌方在中毒的情况下呢 蛇女的毒牙在一级就可以造成将近80点的伤害 而且呢CD只有0.75秒 也就意味着在对线期 只要敌方中了毒 是没有任何英雄敢和蛇女打的 这大耗蓝非常恐怖 具体用法咱们后面再给大家讲 它第二个用途呢是用来补刀的 用毒牙杀死目标呢 会返还所用的法力值 蛇女在学习E技能之后呢 就可以一直用E来补刀了 这个技能和以前版本不一样 以前版本蛇女的毒牙是可以用来回蓝的 比如用50点蓝它会返还60点蓝 但是现在版本呢用多少回多少 也就是说取消了蛇女在线上用E来回蓝的手段 控蓝呢就变得非常重要 后面实战再给大家讲控蓝的注意事项 咱们呢在说R技能 咱们都知道蛇女放2的时候 面对着蛇女会被悬晕 背对着就是减速 蛇女释放2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施法动作 把油吸血了 再次就继续